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看110年度教育会考国文科试题 国文科试题关于阅读理解能力的题目呢 分成文艺理解以及文本评鉴两大类 那今天老师要带各位同学看的是文艺理解当中的诠释能力 在110年度教育会考 一共考了四道题目 分别是第二题、第七题、第22题 以及第46题 那什么是诠释能力呢? 诠释能力其实考的就是解说字译、解说词译 或者是解说句译 在110年度的题目当中呢 解说字译考了一题 解说句译考了三题 那首先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解说字译的题目 我们模拟一下我们一般在做题目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比较有效率呢? 别忘记了 首先我们一定要先好好的读题干 找出关键词 在这里呢 我们圈出的关键词是字的意义 以及最恰当 因此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这是一道解说字译的题目 但是问题来了 我们会发现在这边考的是文言文 文言文是很多同学的罩门 但是没关系 我们一步一步来 那因为是解说字译的题目 我们看一下四个选项 分别就要问的是这几个字的意思 那比较有效率的做法呢 就是依着选项回到文本去找线索 好 我们来看A选项 害重取名 这四个字出现在假文本的第三行 那一样我们先把句子切开来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句子是影诗日自永车入 欲以此害重取名 那这个名字会是姓名的意思吗? 来 签完句子之后 接着我们就是要宣布逐语 但是呢 很明显这边呢 逐语被省略掉了 那逐语为何被省略呢? 往往是因为前面已经出现过了 所以后面的动作就会省略了这个逐语 那我们回到文本的最前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人名叫做柳开 那我们就大胆去推测 这个被省略的柳开呢 正是影试日这边的主语 好 那我们把柳开带进去 影试日 好 再注视第二个 面试的时候呢 这个柳开呢 泳车路 这个车指的是什么呢? 前面原来已经有出现过 再以独轮车 原来这边的泳车指的是泳着这个独轮车 也就是这个柳开呢 推着这个独轮车呢 这些众人呢 感到惊吓 来取名 那在A选项这边呢 我们看到他把它解释成姓名 可是问题来了 前面既然已经出现过柳开了 那怎么还会是姓名呢? 所以很明显 这边他要讲的不会是姓名 他其实要讲的应该是名声 或者是名气 因为我们回到文本的行径 我们可以知道 柳开这个人啊 大言凌悟 很会说大话 而且傲视他人 别忘了注视第一个有补充给你咯 所以这么骄傲的柳开 他把这些文章拿给这个主考官 的目的会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想要去博取名声咯 所以A选项 答案应该是名声或者名气 而不会是姓名 再来依着这个步骤 我们来看B选项 B选项 视学游历 好 这边出现在以文本的第二句 又能常言 视学游历 好 在这里呢 一样宣布主语 主语被省略了 那我们回到最前面 我们会发现 这边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物 叫做张景 所以呢 原来这边这个主语呢 就是张景 张景这个人呢 视学游历 什么叫做视学游历啊 是 是好 喜欢 喜欢学习 游历 游会是上写吗? 这边讲他喜欢学习 后面这个游 把上写套进去的话 喜欢学习 上写游历 似乎怪怪的 那我们想一下 游这个字呢 平常我们会讲游起 什么是游起 特别 好 那我们把它带进去 原来这个游呢 就会是更加 或者是格外的意思 好 一样从文本情境里面 我们去推敲 这个字的意思 好 再来我们来看 C选项 西出 加书 语之 好 在这边呢 西出 加书 语之 出现在 以文本的第三行 我们一样把句子断开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比较明确的看到 这边 圈补足语 这边要指的是 这一个柳开 开 开以文字名 而 见宠 是类 一见 欢圣 西出 加书 语之 西 西数 这个词汇 大家应该有 好 西数就是全部的意思 我们把它套进去 诶 还蛮符合文艺的 所以呢 这个西呢 就不会是明白的意思 再来 我们来看 诸选项 史如今诗 好 在这边呢 这一个如字 它把它解释成前往 我们如果把前往这个词语 靠进去 使他前往今诗 诶 我们回到句 那个文本里面 出现在 最后一行的倒数 第二句 极后馈 使如君诗 使他前往君诗 看起来是不是很合理呢 好 那我们再从外部知识 我们想一想 如这个字 可以解释成前往吗 大家有没有听过 如厕这个词呢 什么叫如厕 不就是前往厕所的意思吗 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 确定 出选项这个如呢 应该指的就是前往 所以答案就是出选项 好 最后老师要提醒各位同学 一个小提示 像这种字译的题目啊 我们有几个小方法 第一个 我们可以把它给我们的这一个解释呢 就直接带进文本里面 去看看 合不合文本 第二个 我们可以用加字的方式 因为文言文是比较精炼的语言 我们把它解压说 变成白话文 我们就造词加字 第三个 刚刚老师有示范过的 从文本情境里面去猜测这个字的意思 最后一个 如果前面三个都没有办法去判断字意的话 我们就要从六书方面来去猜测文字的意思了 这是第四十六题解说字意 接着要带大家看的是第二题的解说句意 好 一样先读题干 全除关键词是含义以及最接近 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道解说句意的题目 接着呢 我们要来全关联词 好 我们找到了这一个才字 活着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的投入 所以呢 我们很明确知道这是一个条件复句 既然是条件复句 我们就要去找出它的条件是什么 条件就是前面老师画双底线的 认清了这点 问题来了 这点这是一个代名词 到底是哪点呢 原来就是前面所提的 人生是短暂的 死亡是自然的 这个是他的条件 好 人生短暂死亡自然 好 那在这边呢 因为有这个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认清了这点 不这个时候呢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投入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句子的意思咯 人生是短暂的 死亡是自然的 是不是就是朱选项所讲的生命的限制呢 好 那认清了这点正是后面讲的 坎然面对这个死亡 好 那后面 财的后面 真正的投入不正是朱选项所讲的就能尽情的活着吗 所以这一题很明显答案就是朱选项 读题干圈关联找条件 解释句子的意思 这道题目就完成咯 再来把握时间 我们来看第22道题目 在这边一样 第一个步骤呢 读题干圈出关键词 含义以及最接近 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道解说句意的题目 接着一样圈关联 我们找到只是怎么样 就怎么样 所以我们知道 这边它是一个因果句型 那画出因跟果 放错了位置是因 成了庸才是果 好 那接着我们来解释 句子的意思 这边放错了位置 就成了庸才 所以它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一定要放对位置 也就是取其所长 你想思考取其所长 接着成了庸才 就是因为放错位置成了庸才 那么如果我们取其所长 就可以让每个人能够适时的发挥 所以我们就会去选诸语 选项的天地武器物 用人当取其所长 独题干全关联 确定是因果句 接着我们找因果 最后解说句意 再来最后是第七道题目 这一题当中呢 一样独题干 我们看到什么作用 这不是一个典型的具意的题干 关键词 没关系 那我们一样可以看出作用 就是前面他所讲的这句话 好 那我们圈关联 也可以 好 也可以呢 这就是一个并列句型 也可以怎么样呢 后面老师双底线所画的 凭借我的小说 一专一瓦的将之重建 这正是这边 他所要去讲的东西 那为何这个 可以一专一瓦的重建呢 因为前面他有告诉我们一个背景 就是这一个文学家 乔埃斯 他的创作大多根植于 他早年在爱尔兰都柏林的生活经验 因此我们从这边可以知道 他就记录了很多早期早年的都柏林的生活 那不正是A选项所讲的地方文史丰物吗 所以很明显 这一题答案就会是A选项 读题看 全关联 确定是并列句型 找并列关系 最后我们再来解说句意 好 这是会考110年第七道题目 那我们解说就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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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